車來人往的大馬路旁 有一棟建築物 不免讓人多看幾眼 它外型特別 有著中西式合併風格 這就是桃園著名的龍潭怪怪屋 先前就因為設計 受到不少討論 不過它久沒看又變高了 不是去年 它前年就變高了 這我小時候它就在了 它就在了那麼久 摊開過去照片來看 2006年的怪怪屋 只有現在高度的一半 不過幾年過去 它就像跌跌樂不斷往上漲 現在上面又多了個尖塔 附近民眾透露 其實前年就已經往上加裝 只是因為建築物 經常被大型廣告物和招牌包圍 才沒有被發現 不僅如此 這整棟建築物 其實沒有依法取得建造 要求廣告業者要盡快改善 建築物一優先順序 排第二再辦理拆除作業 不過這廣告看板位置 講求曝光度 怪怪屋越蓋越高 變得醒目 不過建築違法事實 也再次被盡晚處盯上 三天新聞 短時免期林俊 他人才報道